31年前 科学家在加拿大首次挖到尖角龙的化石 其中一只腿骨化石呈现畸形 原本以为是骨折愈合造成的骨质增生 但在最新检测中有惊人发现 被证实为恐龙罹患癌症的首例 加拿大省立恐龙公园的皇帝 于1989年首次出土尖角龙的化石 其中一只小腿的肥骨化石 骨质增生如苹果般大 当时被认定是骨折愈合的痕迹 近日英国医学期刊 《刺隔针肿瘤学》发表的最新研究 发现畸形的骨头其实是一种侵袭性骨肉瘤 成为恐龙罹患癌症的已知首例 尖角龙身长约6公尺 是一种生活于白恶剂的草食性恐龙 由于大多数肿瘤都发生在 不易形成化石的软组织中 因此过往的化石记录中 并未发现任何癌症的证据 对此研究人员使用患有骨肉瘤的人类肥骨标本 进行比对 最终确认为恶性肿瘤 一名研究人员表示即使是壮硕的恐龙 仍会受到陷阱在人类或其他动物身上 所看到的许多相同疾病影响 但这颗比苹果还要大的恶性肿瘤 并不一定就是尖角龙的死亡主因 这命伤也可能来自降低活动能力 而成为肉食性恐龙的掠食目标